我叫小浪 是名建筑工人 气候变软导致灾难发生 滔天洪水淹没了整个地球 幸运的我找到了一块木筏 我要努力的生存下去 邦哥 邦哥 快起床啦 嗯 秀妹子 怎么了秀妹子 为啥咱们还没有到达目的地 海面上啥也看不到 哎呀 糟糕 我本来昨晚一直盯着雷达坐标的 但是实在困得不行 就不小心睡着了 哦 看太阳的位置 故意有八点钟样子了 秀妹子 咱们该不会是错过了吧 啊 不会吧 赶紧去看看雷达信号去 走 快走快走 邦哥 这雷达上不显示画面了 好像是没电了 我看看 哎 就是 没想到这雷达这么费电 那邦哥 你赶紧再做一个电池出来呀 好好好 别着急 那啥秀妹子 咱们没有材料了呀 少了一个铜钉 根本做不出来 哎呀 真是关键时刻掉链子 这可咋整 这 哎 这是 算了 我去聊完台看看 这事 其实都怪我呀 哎 秀妹子 我烤了烤鱼 你下来吃点吧 啊 我不饿 没事 哎 秀妹子 站了半天了 我这儿有 刚蒸凌好的淡水 你喝点啊 邦哥 我不渴 哎 秀妹子 在撩下塔上 看了半天了 其实都怪我 太大意了 如果以后 不用雷达 我一定要关闭 否则耗电太严重了 浪哥 浪哥 啊 秀妹子 怎么了 我看到了 浪哥快看 看到了 浪哥 你拿出望远镜 看一晚处 好 嗯 这不什么也没有吗 往右看 往右看 等等 那是 我天 那是一个建筑 浪哥 我在这上面 看得更清楚 我认识那个建筑 是一座雷达站 浪哥快 咱们快过去呀 嗯 明白 我来转向 整体右转三十度 全速前进 哎呀浪哥 你这太慢了 我先过去了 我天 秀妹子 别急呀 哎 你等等我 万一上面 有危险就麻烦了 哎 真不让人省心 嘿 我也得赶紧过去 好家伙 这雷达站的规模 真大 全部采用钢板建造 怪不得 人在这场灾传 人在这场灾传中 没有倒擦 不过 已经有一半 被汗水淹没了 下去看看 这窗户 好像打不碎 里边好像有物资 绕过去 从这里 好像能进去 咦 咦 这里有个屋子 太棒了 秀妹子 人跑哪儿去了呀 哦 秀妹子 嗯 这里好像没有 上去看看 真是的 这人去哪儿了 到底 嘿 嘿 嗯 好像在上面 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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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天 我说秀妹子 你在干啥呢 大哥 大哥 我要从这上去 看看我老爸 在不在上面 哎呀我去 姑奶奶 你一看 就没探查这里吧 你们自己看看 这雷达站 明显没有人了 并且你看这楼梯 都是坏的 这上不去呀 啊 那我喊一喊 老爸 你在吗 老孩 老孩 你在不在哟 啊 这口音 不像本地人呢 老孩 老孩 停停停 秀妹子 别喊了 别喊了 啊 就你这嗓门 要是真有人 死的都没喊活咯 再说 这海上好多雷达站 你能确定这一座 就是你老爸工作的地方 不 不确定 那不得了 一上来就喊老爸 吓了我一跳呢 但是 我这不是想上去 确定一下呀 放心啦 秀妹子 上去 咱们肯定要上去的 我看这房间里 有不少资源 咱们捡点 就可以从木坝上 搭天梯上去了 哇塞 那就太好了 快 那咱们赶紧收集资源呀 嗯 秀妹子 啊 浪哥 天气要黑了 咱们今天就到这里吧 明天再上去也不迟啊 哎 好吧浪哥 我听你的 别失落了 秀妹子 浪哥今晚还给你做蔬菜汤喝 好耶 又有蔬菜汤了 我要吃五碗 不不不 吃十碗 十碗 好好好 都行 对了秀妹妹子 这么多天了 还不知道你姓啥 我呀 人家姓雷 叫雷秀儿 嗯 这名字不错 好听 那当然啦 我老爸给起的 秀妹子终于睡下了 今天是我们木坝求生的第三十九天 我们按照雷达指引前进 却意外来到了一座雷达站 也不确定这儿 到底是不是秀妹妹子 她老爸工作过的地方 只能明天再上去探索了 另外 秀儿的全名也被我问出来了 她姓雷 叫雷秀儿 也有好听的名字 晚安了 我接近明天会更好的 有太多风景不及回顾 在潇洒处 回望来路 风雨天晴 风雨天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